他自己的钱就很高啊 所以他可以支付他去私人旅行 而我们这里的我们的干部清廉呢 他们的工资你明算是不能支付 他是不可能去到巴厘岛 马尔代夫甚至三亚都去不了 所以呢他很多情况就在开会啊 他在跟人家协商啊 你明白所以这个情况是这样 你就站在干部的角度 你也可以理解 因为我的收入这么低 你把我弄到真是一个勤务兵的 像一个公仆这样 那么我怎么办呢 那我有些比方说我要正常的 要一些休息的情况 我就用用开会的机会 我就得到这方面 你说这个是不是这样 这我还真的不了解 像美国总统去戴维营休假 是花他自家的钱吗 不是那是 戴维营是他的工作的 那是其实是个政府建制内 给总统的休假区 是吗 对那是公款 那是公款 但那个公款是一个 这整个账目是每年上国会 整个预算是清清楚楚 大家看得到查得到的 包括普京动不动去黑海那修假 亚尔达 那是一个传统的他们的官员的度假区 也是公款吧 对也是公款 也是公款 但是呢这些都是看得到账目的 就我觉得现在老百姓你说 是不是真的非常介意我们官员去度假 对我觉得你比如说你一个省长 一个部长他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个级别的高官你要去修个价 不能说有什么当然合理 对当然合理 但是问题就在于就像刚才我们讲我们知道其实他是给不起那个钱 你一个省长 坦白讲 他的月薪在今天中国一个省长的月薪 在三亚其实过不了一晚的 你说说实话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实况就是这样 好 那现在问题就在于那他怎么去的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我觉得 与其用各种奇奇怪怪偷偷摸摸的手段去搞这事 我觉得还不如啊 就像以前有些学者建议过 大幅度的提高 你就大幅度要不提高薪水 要不就是你也可以公款去旅游或什么 但那个账目你不是公开 在明处 大伙都看得见 知道 你知道你比如说我在这一点上说 我说香港 他这就是摆明了 嘿怎么着 公务员就是牛 公务员就是买房子 比香港市民条件优惠多了 对吧 各方面公务员 包括公务员这个退休金 郝佳唯一看一个什么局长上千万呢 对 对吧 但是是摆明的 他所以大家精英就要当公务员 对吧 但是廉政公署管着你 对 你要改一点 你哪怕吃一顿饭 对 你这人就算完蛋了 对 这也那就说有一次是怎么着 呃 是哪儿 有一个梁 有福明侠的先生 对 就梁锦松 梁锦松 梁锦松在我的概念上 那就是冤枉了 你明白吗 但是呢 在香港的这个 哈哈哈 他不就是买了辆车吗 对 你别让你们十架装的水平来 我们我们福明侠怀孕了 对 怀孕了 他需要买个七座还是几座那个车给运负 买一个零制的放车 梁锦松的财富水平 他这能占那点便宜吗 我就不信 而且吧 他本来放弃了银行的工作 是几百万的工作 他去做那个司长 只有几十万的月薪 对 他已经做了这么大的牺牲了 他买一辆车 那辆车才几万块钱 对 对不对 大概几十万块钱 便宜几万 便宜几万块 不是就差的这个 这要跟人说明白 就是说问题在于 有一个港府的政策 是这样的 我来解释吧 是当时呢 因为他是财政司司长 那么要财政预算里面呢 他知道新的财政预算 有些什么样的加减税安排 对 那那个安排里面呢 就是对很多进口车 一个大排量进口车要加税 他就在他制定好的财政预算案 公布的钱 不晓得几天 他先去买了那个车 那那个车就等于现在加税钱买的嘛 那于是大家就说 那当时你已经知道这个车要加税 对 你再加税钱买 那你不就贪了那几万块钱小便宜吗 对 但是人梁哥能贪这点小便宜吗 那不管了 那就不管了 这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 这个法治真是很麻烦 这就是孔老孔庆东老师讲的 香港人就欠抽 就是得这么管 搞到最后就辞职啊 是吗 对 所以还是大陆好 财政司司长 我们都自律 财政司司长做不成了 对 你说人家伏面家伤心了 对 他就完全 他就老关心 那是我们的那个水上之花嘛 不我就说啊 这到今天 他不讲情 只讲理 这个呢 也不单是香港 美国也这样 这基本上是英国人 英国人搞出来的花样 他那些情理 我们中国人讲情理嘛 你我放弃几百万一个月 我来做你几十万 我还要谈你几万 你不搞错嘛 对不对 没错 但是他从这个理 他刚才讲的这个 你是违反了规则 你是规则的制定者 你在这个规则制定当中 你获益了 不管这个获益多少 你违反原则 还有咱们那个 他也不抗争 他就指质了 还有咱们那个 从三星走出来 做了香港高官的那个攀杰 对 你不就说 因为这个什么 说人家让攀杰买个村屋 咱们都去过 对吧 说人家上面钱建有伪装建筑 可人家买的时候上面就有 就对 对 哎现在弄住了 弄的攀杰最后是不是也拆掉 拆掉 拆掉 是吧 对 那个其实就是浅建了 大概一层浅建了10米吧 没还没那么大 那还不是他建 反正老百姓在旁边就没事 你做了官反而有事 对 所以所以我说在香港做官 香港真是难做 这还是做教授好是吧 教授也未必 广告之后见 你看广告之后咱们还在怀念梁锦松 这个政治生命 就因为买这么一辆 但是后来我跟内地的也有官员 你说你跟福明侠聊 我跟官员聊 我就是说 要是也像香港这样 高官就是高薪养联 就是说比方说现在省级的干部吧 就是都有比方说一百多万一年 那是不是就会完全就是清廉了 他说还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因为目前有很多人他得到的不是说什么到三亚度个价值 他是什么他可能自己非常清廉 可是他的媳妇的弟弟的什么人 因为他的权力的关系 他签了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进出就可能是多少亿 你明白没有 而不是官员自身 官员可以在抵抗 官员甚至是抵抗 官员可以对家里的亲戚说 你们不要害我 你们还想不想我做下去了 你们这样子 你们都是 可是家里的亲情关系就是说 您看你叔叔啊 啵啵啊 什么什么啵啵啊 全叫上来 说您看您就做这几年 过几年你也要退休的 我们也是正常做生意 你这个不给别人 你不给我们签 你也是跟别人签的 那我们做起来 我们东西做的不差的 我们没有一点犯法的 可是这个项目就会有多少亿 你明白没有 所以这些问题 你要查都没法查 你要查下去 他因为没有规定说 难道我因为我的什么 转弯摸脚的 因为我的哥哥的婆婆是什么官 难道我就不能做生意了吗 对不对 这是我的正当的人权吗 我懂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这么来 就帮官员着想 怎么样帮官员着想 就你想想看你做一个官 如果面对你刚才说的情况 的确很为难 你反正你手上有权利 可以批很多项目 你一个什么远房亲戚 当年老同学 你的老师甚至比说 老师说 哎呀教育你那么多年 我儿子现在干什么 你就不能帮他一下吗 对不对 那你怎么办 你作为一个官员 你怎么推这些事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往制度上推 就是不是我不想帮 我真帮不了 就写得清清楚楚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换句话说 现在问题是我们官员在 他的这个衡量的权力的范围太大 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官 我觉得他能够控制的范围太大 太弹性 自由财量权 对太大了 他没有一个很明细的网络 把它限制起来 但假如我们把这些都写得很细 比如说我要批一个什么东西 得经过招标 这个招标是公开的 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整个程序摆在那儿的话 问题就不大了吧 香港的官员就会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 就会说不管怎么样 我们是有厉害管理 假如这个项目是我批的 可是我们要填个 我们有认识 我假如填我们不认识 我是违法的 但是我填了认识以后 我就要回避 要不回避 你看梁景松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对官员 对内地的官员 都是一个很大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你可以推 曲江楼贯 文明启示录 之后景松彻底回避了 因为这个事件 就是啊 对不对